我們的小腿 小腿隨便壓有沒有很痛 小腿啊 很痛對不對 有沒有硬硬的 會硬硬的 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 硬硬的 因為髒東西在這裡怎樣 堆積太多了 你堆積的越多 那個肌肉就會怎樣 變硬 然後變硬之後呢 循環是不是又不好了 循環不好的時候呢 我的 我的垃圾放久了 會不會濃縮 濃縮是不是就越來越硬 越來越硬 後來就硬方方的了 這樣了解了嗎 好 所以呢 我們再看下一個 所以呢 我們的痛 通常發生在 動脈的路徑 還是靜脈的路徑 還是微血管的路徑 痛 猜看看 我頭痛 我腰痛 我肚子痛 我哪裡痛 哪裡痠 肩膀痠 它通常是跟動脈的路徑 比較有關 還是靜脈的路徑 還是微血管 猜看看 覺得是 微血管的請舉手 微血管有沒有神經 微血管 微血管它的那個孔 血管你們知道 血管它會不會 擴張 說說 血管會對不對 微血管會不會 微血管呢 它的直徑 全身的微血管的直徑 都一樣 大概是一顆 紅血球 的大小 不管哪個地方的微血管 都是一樣大 表示它有沒有擴張的功能 沒有 所以有沒有辦法控制 不容易控制 只能用念頭 心情好一點 心情差一點 控制一下那個什麼 那個靜電 就是不是靜電 就是它那個那個 電位而已 好好 所以呢 靜脈 微血管 它不是痛的一個什麼 很主要相關的地方 那下來就是什麼 到底跟動脈路徑比較有關 還是靜脈回流路徑比較有關 覺得是靜脈的請舉手 覺得是動脈的請舉手 好 那 覺得是動脈 覺得是靜脈 那有沒有人去看過那個 那個 洗腎患者 那 有些洗腎的 你有沒有發現他的靜脈很粗 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人那個靜脈曲張 像蚯蚓一樣 腳有沒有 像蚯蚓啊 翻來翻去 有沒有 有沒有痛 沒有啊 所以跟什麼比較有關 動脈 這樣了解了嗎 因為靜脈呢 靜脈的路徑 回流的路徑會有問題 是肺物不容易回來 肺物不容易回來 所以它呈現的狀態是水準 那痠痛是力量要不要很強 要 所以 有沒有聽過腦幹中風的 腦幹中風是爆裂出血對不對 那力量要不要很強 那它要腦幹出血的時候呢 會不會很痛 很難受很難過 會 因為那個動力要怎樣 力量要很強 所以痛跟動脈的路徑比較有關 這樣了解了嗎 了解了 好 再來 那我們再來看這裡 那現在呢 我的這個肺物呢 組織用久了呢 我的肺物就開始怎樣 在這裡開始堆積了 肺物越來越多 這到後來有沒有變成 我們這手啊 腳摸一摸 有沒有一粒一粒的 吼 就是什麼了 堆積很多肺物在裡面了啦 那你的肺物堆積久了之後呢 本來的血管到這邊的時候 它的怎樣 彈性很大 那結果在肺物比較多的 一粒一粒的地方呢 我這個地方的彈性就怎樣了 因為它太硬了 我有沒有辦法把它撐開 不容易撐開了 這樣了解了嗎 好 那再來看 那這時候呢 下一個問題 看這裡 如果我今天這個是血管 那我這個血流是一樣的 我流進來的量都是一樣的 那這個地方就是有什麼 有這個代謝肺物比較緊繃的 那比較緊繃的地方我們都把它叫經商 在中醫叫經商 那也叫緊繃的地方 那這些緊繃的地方都是什麼會堆積 肺物會堆積的地方 它就變得比較僵硬 那你僵硬到很僵硬的時候 神經有沒有感覺 沒感覺了 所以就變麻木不忍 了解了吧 就麻木掉了 好 那我們再看 那當我今天正常流動的時候 我們說一個人如果就是落落的虛虛的 身體可不可以用很久 可以啊 因為他只要慢慢流慢慢出去慢慢流慢慢出去的話 只要血液有流動人就活下去了 對不對 那我如果突然間來很大量的話 他的彈性不好的話 那會不會卡住了 會 所以問題就出在什麼時候 我突然間變化太大 不是身體變化太大 就是什麼 心理變化太大 所以身心壓力才是造成症狀的主因 是不是經商 是不是熱能的關係 不是 是我進來跟出去有沒有在一個比較平穩的狀態 我一個人身體很弱的人呢 他會不會有很多症狀 不一定 有些人落落的有沒有症狀 癌症 被檢查出癌症之前 而且他是本來沒事 後來是因為他癌症腫大之後才有事去檢查 在這件事情之前有沒有很長一段時間都沒症狀 他覺得自己的身體也蠻好的 而且回去檢查 蛤?我怎麼是癌症 而且還是什麼 默奇的 怎麼那麼嚴重 但是他之前有沒有覺得身體很好 有啊 有啊 為什麼 因為落落的來 落落的出去 或者是正常的來 正常的去去 有沒有症狀 沒有症狀 會有症狀就是他的怎樣 變化太大 他的壓力 身心壓力變化太大 才會造成症狀 好再來 那我天氣冷的時候 我把我的腳放到冰水裡面 放到溪水放下去的時候 有沒有開始刺痛了 為什麼刺痛 就像我們把手 這裡是冰水 被燙到了有沒有 有時候我們是放冰水 就趕快給他放下去了 對不對 那放下去了有沒有 你如果是正常的放下去 他有沒有開始感覺有刺痛的感覺 那為什麼刺痛 就是我放到冰水的時候呢 我會熱脹冷縮 那我一縮起來的時候呢 但是我這邊來的血呢 它會不會減少 還是它還是會更多 我捏下去有沒有很痛 啊我知道痛的時候 血液是送來更多還是送來更少 想一下 想一下 我臉打下去之後啊 臉是變紅的還是變白的 變紅的 變紅是來得多還來得少 一定來得多才會變紅啊 那我這時候把這裡捏下去的時候 捏下去很痛有沒有 然後這裡受傷了 血液要不要來多一點 受傷了血液就要來多一點 這樣理解了 好 那也就是說我把我的腳放在什麼 冰水裡面的時候 我這裡收縮了 但是我送來的血要不要多一點 沒有 因為它太冷了 太寒了 我要不要趕快提供能量 所以血液要不要來多一點 要啊 所以這裡來多了 但是這個地方又把它縮起來了 所以這時候是不是開始就有痛的感覺了 這樣懂了 再來 那刺痛怎麼出現 因為我的廢物在這裡的話 我們要讓它的血液血管變好 就是要讓這個廢物慢慢怎樣 代謝出來嘛 要讓它出來對不對 結果的血液流到這邊的時候 因為這邊進去的話 還有一些更小的血管 或者是微血管等之類的 好 假設它有微血管 有那個更小的血管經過的話 那我這時候血液量來得更多 你要怎樣 擠出來的時候 我把一個東西要擠擠擠 要把它擠出來的時候 會不會痛 就是會痛 就是這樣來的 所以痛是怎麼來的 氣血可以進到硬硬的組織 要把髒東西怎樣 擠出來 它就怎樣 它就痛了 如果它進不去咧 只能在哪裡 只能在門口 如果想擠又進不去的話呢 那個廢物有沒有辦法擠出來 擠不出來啊 因為它只能到門口啊 這時候就是什麼 痠 它就不是痛喔 所以痛表示髒東西要準備怎樣 準備要出來了 那好不好 好 所以我們在按推的時候 在拍打 有沒有人拍打過 有拍打經驗的 有打的經驗的人 請舉手一下 太好了 有幾位對不對 有沒有發現 在打的時候有刺痛感 有 刺痛感就是本來這裡硬硬的 打打打 終於把血液怎樣 打進去了 所以它就像針刺一樣 刺刺刺刺刺刺刺痛痛的 刺刺刺刺刺到後來有沒有變成就痛了 有沒有 有喔 有這種感覺 沒有的呢 等一下呢 現在不要打好了啦 回去自己打看看 你再打的時候 看到怎麼有刺痛感 再打打打打打打 刺痛就怎樣了 不見了變成什麼 痛 為什麼是這個現象 就是假設這是一個被阻塞的地方 這一個 這一個面積是被阻塞的地方 那我的氣血在這個地方 就好像這裡 要把這個肺部都把它怎樣 擠出去 好 那這時候呢 我的氣血如果是到這個地方 我 像針刺打算就 刺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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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 刺久了有沒有 就把它刺開了 刺開了 刺痛刺痛刺痛 後來就變成怎樣 整片的痛 那整片的痛的再來 氣血量是不是來更多了 下一個就是想要把這個髒 肺部就把它怎樣 擠出來了 擠出來是不是就怎樣 是不是好多了 所以拍打之後呢 打完之後有沒有 黑黑的跑出來 有時候有黑黑的跑出來 有時候沒有黑黑的跑出來 就是跟那個組織肺部 有很大的關係 但是它的重點就是 它的 氣血的能量要不要很強 力量要夠啊 才擠得出來啊 這樣了解了 所以一個體力很弱的人啊 你要把它打到怎樣 沒力的人 你要把它打到一堆全身黑龍不容易 沒力啊 有力就怎樣 比較簡單 所以有很多媽媽 像是肥肥軟軟 水蒸水蒸 有沒有 那個手摸起來就怎樣 有彈性的有沒有 QQ有沒有 那個隨便打 隨便打幾下 打個十下 會不會有一堆黑黑跑出來 軟Q軟Q的 這隻手摸 喔 那個超容易的 那個亂打都怎樣 一堆黑龍 啊你如果那個怎樣 那個瘦瘦乾乾的有沒有 或者就是它那個 這個肺汙沒有出來的 你有時候打很久才怎樣 僵硬的 肌肉結實的 能不能打出來 是不是就不容易出來了 因為它鎖緊了 這樣懂了嗎 很簡單 好 那再來 那第二個 如果說我的這一個 剛剛講的是天冷了 天氣冷了 所以它會痛 第二種就是我突然血流量增加 為什麼血流量會增加 我去爬山 剛爬山的時候有沒有流速變快 變快的時候是不是表示 它血流量有沒有增加 它增加了 但是我的這一個組織還是一樣 只是我的血液怎樣 流速變快 它血液量增加了 所以來的比較多 卡在這裡了 所以我剛爬山的時候 剛爬的時候有沒有覺得 腳會痠痠的 會不舒服 會對不對 那再走一走就怎樣了 沒事了 就過去了 這樣懂了 所以呢 我們會產生不舒服的話 一個就是我的這一個 緊縮了 一個就是它怎樣 氣血來的量怎樣 比較多 衝下去了 所以就會有痛的感覺 這樣理解了 有沒有很簡單 很清楚了 一般沒有這樣解釋的 但是這是很重要的概念 我們再看一下 好 那請問 痛痠麻與肌肉組織間的廢物關係 痛表示有沒有進到 僵硬組織裡面了 有進去了 所以痛好不好 好 痛好不好 好 沒有說好 所以下次頭痛要不要胖 也不要胖 也不要胖 但是呢 我們知道不要怕 要不要有解決的方法 要啊 所以我們等一下還會再教 解決的方法 很簡單 現在幾點了 10點 好 那還來得及 我們一定要把解決方法 把它交代一下 不然等一下沒有學到學一半 都很可惜了 好 在啊 我們來看下一個 酸剛剛講過了 就是氣血來到門口進不去 它就是酸 那麻 那麻就是什麼 氣血 血沒有進去 不只沒有進去 它是氣進去 血進不去 例如我們在躺的時候 壓著 壓久了有沒有覺得手麻了 那為什麼手麻了 表示血液有沒有進去 沒有 但是氣有沒有進去 氣還能進去 血進不去 所以就麻了 這是第一種 我就是從組織的角度壓住了 第二個角度就是甩手 我這樣甩甩甩甩甩甩 有沒有突然覺得手指頭怎樣 刺刺的麻麻的 有沒有 有 所以表示我甩的時候呢 我的氣有沒有變強 有 我的氣變強了 但是我的血液有沒有來那麼快 還沒 所以就是先怎樣 先麻麻的 所以我的氣 這個麻 跟這個氣血的關係 瞭解了 痛就是進去了 酸就是到門口進不去 麻就是氣到 寫不當 寫不當 這樣有沒有很簡單 太簡單了 好 那我們再 就做這個麻就是 在這裏